无论临终的人神智是否清楚 佛法的开始对他们都非常重要 人在临命中时是最徘徨无助的 如果尚未信仰三宝 也没有信仰其他的宗教 临命中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对世间的事放不下 舍不得离不开 因而恐惧忧愁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断气 因为贪恋恐惧称怨不平 让他们再生到人间的机会都很少 如果家人有人刚往生 要如何来让他得到利益 那当然每个人在这个世间 他学佛修行 还是生活习惯家庭习惯 大家都有所不同 凡夫众生难免会着相 执着我的金银财宝 我的子孙 然后念念不忘 难以割舍 所以我们今生 有学佛 有正式法师 所以家人在临命中时 临命之前 或者刚往生 最好能够离请 要以恭敬心 离请一位出家众 到他的身边 为他开示佛法 第一 要先让他心开意解 万言放下 为王者受山规 王者会想 自己已经成为三宝弟子 一定会有佛菩萨来救我 助我 接应我 应该放下这个环境 求生西方 如果这个念头一升起 根据《无量寿经》所说 至少他能够往生西方 下品下生的莲花 这对王者来说 是一大救济 比什么帮助都有用 法界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